吉安市场游淑珍三号早上是来到了吉安国小活动中心 关心长辈们施打莫德纳疫苗的状况 游淑珍表示说防疫工作是长期作战 接种疫苗是很重要的一环 乡公所致力配合中央和县政府执行各项准备工作 无论是公所同仁、企业、学校、医疗、公庙等都展现团结力量 各司其职捐赠奉献、需手、协力、为服务加持 也为吉安乡的乡亲健康共同来努力 吉安香港游淑珍三号早上九点钟前往了疫苗接种地点 吉安国小活动中心来关心长辈们施打莫德纳疫苗的状况 游淑珍表示防疫工作是长期作战 接种疫苗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吉安乡全力配合中央及县政府的指示 做好各项的准备工作 中央县乡一起协力 在这段日子里面可能在预约的电话上面都塞车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长辈没有办法顺利的完成预约的这样的一个程序 但是我们还是会透过村干事跟村长的这个部分到家户去跟乡亲来做服务 那非常顺利今天的施打力非常高 那我们下一个阶段7月8号开始预约之后 我们就会进行吉安相公所承接预约的工作 县政府为吉安开启20线的跳号专线 未来会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吉安里面 为我们吉安的乡亲来做预约这样的工作 我们的疫苗可能不是这三天就可以打完 下一个期程7月8号 未来可能还有一直延伸后续的这样的一个施打工作 我们都会来作为全程的配合 为我们在地的乡亲 为我们在地的工作 来一起坚守我们防疫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一连三天的接种日期 每个时段都会有村长和村干事任务分工排班 除了协助长者也因应现场各式突发情形来随时应变处理 而有鉴于这次预约专线拥塞 民众抱怨连连 假想有数真表示 下一阶段7月8号的疫苗开打预约登记 将配合县政府20支专线电话再增加人力来服务 务必让乡亲能够顺利完成疫苗接种 这一会前相报道